《奇幻丛林》是一部以探险和冒险为主题的电影 讲述了一位年轻的探险家在神秘的丛林中寻找失落的宝藏的故事 该电影中的探险家Persi Forsi由查理和安姆试言 他被英国皇家地理学会派往亚马逊雨林探险 在那里他发现了一个神秘的文明和失落的宝藏 但是,他在探险过程中遭遇了各种危险和难关 包括食人族、毒蛇和掠迹等 他还遇到了一些友好的当地人 例如Tazoo和Caramacate 他们帮助他在丛林中寻找宝藏 电影《奇幻丛林》不仅是一部紧张刺激的冒险电影 也是一部深入探讨人性和文明的电影 在寻找失落的宝藏的过程中 Persi Forset发现了一个神秘的文明 这个文明的存在挑战了他一直以来对历史和文明的看法 这个文明的存在也引发了一些问题 例如种族歧视和文化 2等 这些问题将触发观众对于文化 历史和人类本性的深入思考 此外 该电影还展示了探险家Persi Forset的毅力和勇气 他在面对种种困难和危险时毫不退缩 他的精神和冒险精神成为了观众心中的偶像 激励着人们勇敢地探索未知的世界 总的来说 《奇幻丛林》是一部具有启发性的电影 他不仅展示了探险和冒险的刺激 还深入探讨了人性和文明的问题 他的成功在于将冒险和哲学融为议题 给观众带来了深刻的启发和感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